第十九章 辩论丘妻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离开加利利, 来到犹太的境界, 若但河外,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有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 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做人的, 是做男做女, 并且说,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以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 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法利塞人说, 这样, 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 就可以休他呢? 耶稣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 许你们休妻。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另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取那被休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门徒对耶稣说, 人和妻子既是这样, 都不如不取。 耶稣说, 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 唯独刺给谁, 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淫人, 也有被人淫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淫的。 这话谁能领受, 就可以领受。 耶稣为小孩祝福。 那时,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按手, 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当即财宝在天上。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 我该作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戒命。 他说, 什么戒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 你若愿意作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仇仇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贪财的, 难尽天国。 耶稣对门逃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才主尽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针的眼, 让财主尽上帝的国患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 就稀奇得狠。 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上帝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 我们要得什么呢? 跟从主的赏赐。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寶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寶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的命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亲, 母亲, 儿女, 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中文字幕提供。